勒軍將火力集中等往烏克蘭東部地區 卻還沒放棄拿下首都基輔的野心 俄羅斯週四出動三架蘇24AM戰機 衝襲基輔 莫斯科更同步大力招兵 要在烏東重新集結 俄軍趕在5月9號勝利日拿下烏東 調整打法血腥圍塵 傳出白俄軍隊也要南下觸攻俄軍 與此同時 基輔林近約50公里的馬卡利夫小鎮 發現123平民當街被槍決 還有躺滿遺體的亂葬綱 俄軍屠殺行徑 臨近小國 斯洛伐克不准了 總理證實軍援烏克蘭S-300 防空系統 無角大廈表達感謝 值得注意的是 俄羅斯總統普欽 今天出席政要葬禮時 被發現隨身提著核足球 能夠遠端發射核武的機密攻勢包 掀起可能爆發核戰的隱憂 TVBS新聞 總統普通知 車子飛了 你有沒有看到車子和技術 還有兩人被拆掉 在乳兰 你把所有人都被拆掉 就把所有人都被拆掉 烏克蘭截取到俄羅斯軍人 無線電通訊設備 指揮官下令 殺害烏克蘭平民 我明白了 那這城市在乳兰 有一個民主人的乳兰 你把所有人都被拆掉 街上布埋被燒毀的坦克 街頭十痕遍野 俄軍時空否認犯下戰爭罪 指示無線電內容曝光 俄軍對平民驅轟炸 專家分析俄軍計畫 將從北進入東部城市 斯拉夫-楊斯克 擴大佔領烏克蘭東部範圍 他們會做這個 因為他們想要把烏克蘭 放在烏克蘭的心中 和心中的民主 他們相信 在控制他們 在這種方式 使用烏克蘭的武器 在烏克蘭截敗 俄軍殺入凌虐 紐約華盛頓廣場公園 抗議人士嘴巴貼上黑膠袋 手以紅色斷袋綁起來 聲援烏克蘭 我今天來為烏克蘭的 這就是 一個 的 hashtag RussiaRapes 為了 把烏克蘭的 烏克蘭的軍人 在烏克蘭的女士 俄羅斯駐利維夫林事館前 民眾白放家用品 象徵俄羅斯闖進民宅搶劫 選擇他們謀殺百姓 為不幸的罹難者發生 二軍撤出烏克蘭北部戰線 CNN團隊挺進車諾比 看看俄羅斯占領 一個多月期間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打開後眾大門 第一眼看到 就是凌亂不堪的地下防空洞 這裡沒有陽光 沒有新鮮空氣 很難想象上百位車諾比員工 就在裡頭待了三十幾天 走上樓梯 來到俄軍當時睡覺辦公的地方 手上的輻射檢測儀 卻突然響個不停 整棟建築就這裡輻射量狂升 原來俄軍沒穿防護裝備 就不斷進出輻射超量的紅森林地區 透過無人機影像 可以看到俄軍甚至在紅森林挖壕溝 進去外地上俄羅斯軍糧 拿檢測儀靠近 數字飆升到正常值的50倍 俄軍不只帶著輻射層爬爬爬燥 剛開展不久還差點炸到 炸波羅熱核電廠 種種無視核安全行為 讓烏克蘭能源部長忍不住捅批 雖然衝突比目前已經沒了俄軍踪影 不過當地烏克蘭士兵還是持續備戰 把俄羅斯再回頭引發難以挽回的恐怖核災 TBS新聞最後報導 飛彈上面還用俄文奚落是給孩子的 地面還流有大片血跡 遭到轟炸了烏克蘭東部克拉馬 圖爾斯克火車站 SKNEWS記者直擊落在現場的飛彈殘骸 飛彈上還留有惡劣的嘲諷文字 莫斯科卻反控整起轟炸 是烏克蘭自導刺眼 這物軍就是用這款飛彈轟炸烏東地區 說俄語的人口 原點是機動式短程彈道飛彈 北約代號為SS-21 又稱聖甲蟲 總重1.8噸 射程1700公尺 科載高爆彈 極速彈甚至核生化彈頭 主要對橋梁和機場打擊 俄羅斯宣稱2019年就退出陸軍 但專家之中利利 烏克蘭也說 俄軍在車站周圍 期續不斷轟炸 當天至少有兩起空襲 至少俄羅斯就是原點飛彈的生產者 上月底白了街頭才拍到標有V字標記 至少8輛俄羅斯運兵車不尋常地駛上臨近烏克蘭的邊境城市 上頭就搭載原點彈道飛彈 也讓質疑聲浪難以迷平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